好,大家好,我是詹德斯干的销售经理,我是李丹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扫描二维条码扫描器 是如何跟安卓的智能平板是如何连接的 我们的云条码扫描器一共分两种型号 一个是HID型号,一个是SPP型号 HID型号它可以兼容各种苹果的智能设备和一部分的安卓设备 那我们SPP型号可以兼容所有的这个安卓的设备 那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是我们的这个云扫描二维GS-M500BT SPP版本是如何跟安卓平板进行连接的 好,首先我们需要在这个我们的安卓平板呢 安装一个蓝牙输入法 那安装蓝牙输入法呢,我们可以到网站进行下载 我这边呢已经装好一个蓝牙输入法 启动这个蓝牙输法之后呢,我们一共有五个步骤 我们就按照这个五个步骤呢,就可以进行连接我们这个SPP的这个设备 那如果您需要用HID设备呢,就不需要安装我们这个蓝牙输入法 它直接可以连接就可以使用 好,我们先介绍这个蓝牙输入法的第一步 第一步是首先我们需要勾选这个蓝牙输入法 我们在这个蓝牙设备里,输入法的这个设备里边勾选一下 JanoScan蓝牙输入法 我们勾选好这个设备之后呢,我们点返回键 我们点第二步,开启蓝牙设备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里边就要去和这个我们的蓝牙调码扫码器进行配对 那在配对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扫描一下我们的这个快速说明指南的蓝牙配对条码 扫一下蓝牙配对条码 扫完这个蓝牙配对条码之后,你会看到这个蓝色指声会闪烁 那在这个蓝牙配对的这个设备里,我们点搜索设备 那这时候呢,我们会搜索到一个JanoScan的一个设备 我们先把,这是我以前配对好的一个设备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点搜索设备 那这时候我们会搜索到一个叫JanoScanBT-SPP-Scan的这样一个设备 好,我们点击这个设备 点击这个设备之后呢,会弹出一个窗口 需要输入我们的一个蓝牙拼码 我们只需要输入这个拼码 拼码的是1234,1234 输入好这个拼码之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我们配对好之后,我们点击这个下一步选择设备 那我们在这个蓝牙设备的列表里面会看到我们刚才已经要选择好的这个设备 选择好设备之后,我们再点返回键 我们点击其用我们的蓝牙输入法 那这里边我们已经选择好其用蓝牙输入法 最后一步是测试 测试的话,我们点击测试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输入 那这时候,我们的蓝牙输入法会自动连接我们的二维调码扫描器 那这时候我们在输入框,就可以扫描锁 调码,这时候您看到,我们的蓝牙输入法已经成功的和我们SPP版本的这个蓝牙调码扫描器成功连接了 好,这时候我们再切换到您的应用里边去 我们随便开一个记事本软件 那开记事本软件之后,我们会有光标的地方就可以直接扫描条码 非常方便 那我们可以随便拿一个,如果我们是一个小超市的店主 或者是这个快递的一个快递单,我们可以拿住这个随便可以扫描这个上面的条码进行一个数据输入 也就是说,如果您有移动扫描需求的时候,您可以用您的平板电脑配合我们的云扫描二维调码扫描器 进行一个快速的调码扫描数据 这个调码扫描是非常方便的 好,谢谢 感谢观看